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最高 如果想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我可以把這個大樂透開起來 其實裡面 我這邊有個連結 就剛好是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不過它的資料量非常的多 總共的話你會把你點進來 它這邊這個是最新的 2019年的 11月25號 中獎的號碼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號碼一定是1到49號不是42號 等於7號到49號 那它會按照順序最新的最上面 那最舊的在哪裡呢 最新的在第1頁 最舊的在57頁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規則性 什麼規則 如果你點1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會有個連結 就是 它會出現什麼 這個網址 後面有個程式 這個程式就是它是用ASP寫的 問號就是執行一個參數 就是 當我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帶給它一個參數 叫index Page 等於1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如果 2的話呢 假如說你點2 你會發現 其實 你點這邊 跟 把這邊改成2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index 點2 你會發現它其實會把這個index Page變成2 就是秀出第2頁 那一時的一推 也就是說如果我第3頁就當然是 直接輸入3 按Enter 其實會跳出第3頁 那如果我要57頁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網址給變更 1到50 所以其實這邊可以 可以把這個1到57頁 逐一逐一的把它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 逐一逐一的下載到 我們的 假設我這邊開一個這個叫大樂透 我希望呢 多一個按鈕按下 自動幫我把所有的 1到57頁全部下載下來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了解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所謂的網路爬蟲